2003年,中国太空第一人杨立伟成功完成了太空任务 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杨立伟的太空旅程并不是非常顺利 甚至在升空之初就面临了高危生死时刻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航天英雄杨立伟的太空之旅 2003年10月15日,这一天是中国航天史上最值得铭记的日子 九旋发射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都沿着一带 杨立伟凌晨6点多就坐进了那个即将带他进入太空的飞船 整个发射平台上只有搭下的声音 负责关舱门的工程师对着杨立伟说了一句明天见 便关上舱门离开了 从这一刻起,他将要独自面对未知的事情 上午九点整,随着发射命令的下达 人舟五号点火起飞,一切都像训练时的那样顺利 飞船非常的平稳,他甚至感觉比训练时还要轻松 他紧绷的肌肉和神经渐渐的放松 随着升空高度不断提升,飞船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但一切都在正常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可是就在火箭升至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 突然与飞船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共振 这种共振现象出现在飞船上是非常危险的 当共振的复合量达到一定数值时 不仅火箭和飞船可能会解体 宇航员也会因此牺牲 此次共振持续了26秒 产生的复合已经达到了至少8个G 这几乎是人体承受的极限 杨立伟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那26秒的经历 当时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被搅碎了 腾到想要两眼一闭彻底离开 他甚至已经想到了自己可能会牺牲 但是他咬牙坚持住了 他说他看着计时器一秒一秒的走过 虽然很痛苦 但是他只有一个想法 一定要多坚持几秒 为以后的航天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数据 而此时地面指挥中心的气氛也异常凝重 因为从飞船传回的实时画面中 杨立伟整个人就像是定格了一本 任凭指挥中心如何呼叫 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有人的心都跟着一起悬了起来 这短短的26秒 无论是对于杨立伟还是地面的指挥中心 都是漫长而煎熬的等待 终于在第27秒的时候 这种可怕的共振现象结束了 阳光透过舱门的玻璃照进舱内 似乎是不太适应着突然的阳光 杨立伟眨了一下眼睛 就是这一眨眼 让所有人心中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所有人欢呼着 太好了 还活着 杨立伟对着镜头露出了积不可查的微笑 表示自己现在感觉良好 之后一切都按照预想的程序一般平稳的进行 而刚刚的生死26秒 因为后来的载人飞船提供了改进方向 之后的神六神七等 再没有出现过这种共振现象 到达天空后 杨立伟将五星红旗对着镜头展示了一番 浩瀚的太空 从此也有了来自中国的访客 他在太空俯瞰着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 感叹人类渺小的就如沧海一宿 之后 他就开始按照计划 执行绕地球飞行的任务 而在执行任务时 他又遇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知道吗 神中五号载人飞船 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时候 只身一人的航天员杨立伟 竟然听到了咚咚咚的诡异敲门声 那么杨立伟在太空遇到的敲门声 究竟是什么 当飞船进入太空之后 就开始以高速绕地球飞行 飞行一圈的时长 差不多是90分钟 一共需要绕地飞行14圈 除了最后一圈 是按照第一圈的轨迹飞行 其余每一圈都是不同的线路 杨立伟一边执行任务 一边透过前窗看着外面的景象 突然 他无意间听到了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 那声音一下一下的并不规律 最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因为刚听到 那个声音就消失了 他便没有在意 但是没过多久 竟然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他确定 这一次自己没有缓听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这个声音很有可能 是飞船出现了什么故障发生的 但是他仔仔细细 将飞船里的所有零件检查了一点 都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地方 而那个声音依旧还在 时不时传来一下 既然不是飞船里的声音 那就只可能是飞船外的 难不成真的有外星人来敲门 怀着忐忑的心情 杨立伟又趴在了弦窗 向往外去 外面依旧是茫茫的宇宙 飞船外面也没有任何 不明的飞行物或生物出现 但是好在这个声音 虽然时不时的在耳边响起 但是对飞船本身并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杨立伟便没有将这个声音 报告为地面 只是在工作日誓中记录了下来 后来在回忆起太空的经历时 他也着重描述了这段离奇的经历 宇航局的专家们 在得知杨立伟的经历后 也深感困惑 谁也弄不清楚 这个敲门声是哪里来的 而当时独自面对这个神秘声音的杨立伟 在此后的知己中提到 当时刚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些紧张的 倒不是因为害怕飞船出现故障 因为故障最起码是可控的 是已知的 但是这种未知的东西 才是最考验宇航员心理素质的 而执行完任务之后 按照计划就该返回地面了 对于杨立伟来说 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返程的时候 他与地面基本上都是完全断联的 在这段时间 他真真正正就是一个人 而宇航员在返回舱的这段时间 是最危险的 因为返回舱本身没有动力加持 全靠惯性和地球引力降落 在自由落体的时候 返回舱表面会与大气产生距离摩擦 从而产生高温 而这个下落过程则被称为黑杖 在穿过黑杖时 舱体表面的温度达到了上千摄氏度 像一团巨大的火球 而在这个过程中 杨立伟突然发现 舱体的玻璃上出现了裂痕 虽然舱体表面有特质的涂层 不会让舱体在高温下融化 但是这玻璃出现裂痕 万一玻璃承受不住碎 那这高温和压力都将是致命的 国外出现过不少宇航员 在黑杖区牺牲的事情 所以他紧张地盯着面前的玻璃 做好了随时应对危险的准备 忽然 他余光看到旁边另一扇窗户的玻璃 也出现了裂痕 看到这儿 他反而不担心了 因为两块玻璃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不可能同时出现裂痕 他对这点还是很有信心的 事后 也有研究员表示 那是玻璃表层的涂层裂痕 不是玻璃本身 最终在10月16日早晨6点23分 杨立伟乘坐的返回舱 在内蒙古草原腹底成功着陆 而一肚子谜团要解惑的杨立伟 第一时间就回到了基地 将他听到的敲门声报告了上去 这也引起了专家们探索的兴趣 2003年 杨立伟在太空听到了神秘的敲门声 当时没人知道这声音究竟来自何方 直到2016年 这个谜团才被解开 事实上 不只是有杨立伟听到了这神秘的敲门声 早在1969年 美国的阿波罗号宇航员 在太空中也听到了类似的敲门声 只不过也是因为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敲门声 当时也并没有过多的观众 杨立伟回来后 敲门声再被提及 我国科学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科学家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 模拟他可能听到的声音 从而确定是什么东西在敲门 和时来时去 没有一种声音与太空中的声音一样 而继杨立伟之后 进入太空的宅质缸和溺海盛 同样也听到了敲门声 科学家们猜测 可能是因为飞船发生了热胀冷缩 从而导致飞船本身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也有人猜测 可能是有什么东西撞到了飞船 但事情始终没有一个定论 直到13年后 才由杨立伟亲自揭开了这个谜谈 2016年 杨立伟在一次做报告时 提到了当初在飞船上听到的敲门声 那不是什么外星人来法 而是飞船本身因为压力变化巨大 导致飞船上的一些部件 发生了非常轻微的变形 那神秘的敲门声就是来源于此 而这个解释的来源就是月宫一号 当时研究人员在实验过程中 也听到了东东声 经过反复的观察和数据比对 终于发现了声音的来源 在地面环境基本可控的情况下 尚且可以听到 那么宇宙飞船在太空中时 外部的太空环境是无法控制 且环境极度安静 所以声音会更加的清晰 当然 飞船出现的轻微变形 并不会影响安全 杨立伟作为中国第一位太空访客 为后来的宇航员们 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航天经验 但他自己 却因为第一次进入太空时 产生的共振和种种原因 导致身体无法再参与航天 因而转到了幕后 但我们始终会铭记 中国太空第一人 杨立伟